高雄市长韩国瑜主持交通安全督导汇报 109年第一次委员会议 他表示交通事故多半都是人为因素 以及缺乏驾驶观念 导致造成遗憾 他希望从加强执法等方面 沿拟新型智慧运输系统 避免遗憾事件一再发生 交通安全督导汇报109年第一次委员会议 17号上午在市府思维行政中心举行 由市长韩国瑜亲自主持 对于去年交通事故虽然减少 但死亡人数却有增加 市长认为是人为疏失占了大多数 了解交通都知道交通人最清楚 所有的交通事故90%以上都是人为所造成的 包括对路权的忽视 以及习惯的不守法 还有缺乏防御驾驶的观念 所以交通安全教育需要从小做起 也要从执法 工作 宣导 监理 等各方面来导正错误的驾驶行为 这有赖各局处以及所有驾驶朋友 共同来努力 主持会议前市长前往灵堂 为日前因公殉职的警销上香 他感叹因为驾驶人不守法导致遗憾发生 消防车在民敌的情况之下 会被一个大火车撞到 很多消防人员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发生一些意外事故都是在灾难的现场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 居然会是在道路上 这个实在是让人完全无法接受 所以我觉得道安汇报 要请各位所有的与会代表 大家继续来帮忙 来支持一下我们高雄市政府行的安全 韩市长表示交通事故近九成 都是因为人为只要一不小心 就可能会家破人亡 会中他也指示相关单位 要研议新型的智慧运输系统 并且呼吁驾驶朋友 共同正式道安行为 才能确实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王思武黄兰军高雄报道